成熟女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每月一次的阴道流血 也就是月经 一个女孩子开始来月经 长辈们会说她长大了 民间对月经有不少通俗的名称 立嫁倒霉大姨妈等等 这些名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月经的认识 如某些工作在月经期是不被允许的 需要休假包括禁止性生活等等 月经是女性成熟的标志 每一个女性对月经都会非常在意 在妇科门诊 月经问题 约占门诊肿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女性可能因为各种问题就医 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正常的月经生理现象 而求助于医生 因此 了解月经的基本知识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 在妇产科就诊或常规体检 医生首先要了解女性的基本情况 包括粗糙年龄 月经周期 经期 经量 末次月经等等 这几个数据问出来了 有些病人的病情已经知晓了大半 因此 就诊妇产科时 把这些情况事先做好准备 对诊断治疗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正常月经具有周期性 规律性 自线性 初潮指女性月经的第一次来潮的年龄 一般在11到15岁之间 由于HPO轴尚未发育成熟 初潮后头几年的月经周期可能不稳定 需要2到5年的过渡期 不必紧张 每次月经期流血的天数 称为经期 一般2到8天 这就是正常月经的自线性 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内自然停止 而不需要使用子血药物 月经周期 指两次月经来潮 第一天之间间隔的天数 一般为28天加减7天 即21天到35天 月经周期的起点为月经来潮的第一天 每个妇女的月经周期相对固定 但可能受情绪 疾病 环境等因素影响 发生一过性的改变 如512地震时 不少女性月经不准时来潮 因此不必太紧张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月经周期包括经期的天数 而不是两次月经之间间隔的天数 医生还需要知道就医妇女的末次月经 LMP 即最后一次月经出血的第一天的时间 而不是月经结束的时间 用于协助诊断疾病 计算孕妇的孕周 预产期等等 如LMP为2015年的2月14号 指的是末次月经来潮的第一天的时间为 2015年2月14号 妇女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称为绝经 一般发生在40到55岁之间 平均为49岁左右 也就是中医说的7749肾气衰 中医的肾相当于内分泌系统 绝经包括自然绝经和人工绝经 卵巢功能随年龄增加衰退 月经自然停止为自然绝经 请看图 右上角为女性生殖系统 左侧手术切除了子宫 包括子宫体和子宫颈 也有的手术仅仅切除了子宫体部 但保留了子宫颈 这两种手术以后病人都不再来月经 因此不少妇女担心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女性特征了 这是不是人工绝经呢 再看右下的图 手术阻断了苏卵管 这是苏卵管结扎术 也有人顾虑是否会影响女性的特征 有这种顾虑的人大有人在 现在我们看看什么是人工绝经呢 当外界因素破坏了卵巢功能 导致性激素分泌减少 停经以及绝经相关症状 称为人工绝经 比如手术切除双侧卵巢 放射线和某些药物损毁了卵巢功能 以后性激素分泌减少 月经停止 均属于人工绝经 可能破坏卵巢功能的常见药物 由肿瘤患者使用的化疗药 免疫性疾病使用的免疫抑制剂 放射线包括医疗应用 以及核武器核事故等等 子宫切除素虽然术后无月经来潮 但卵巢功能存在 妇女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不受影响 仍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 因此不属于人工结晶 而疏卵管结杂 仅仅是阻断了精子和卵子相遇的通道 达到避孕的目的 既不影响月经 也不会影响女性的性激素水平 因此不是人工绝经 如果手术切除了女性的双侧卵巢 如这个图 那么妇女以后不再来月经 也没有女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这个属于人工绝经 精量指每次月经期流血的总量 以第二天到第三天较多 正常月经量一般为20到60毫升 超过80毫升为月经过多 少于5毫升为月经过少 我们怎么评估月经量呢 直接用量杯测量如这个图 当然准确 但操作有难度 非常不适用 常用的方法是用每次月经期使用的 15张卫生巾 可以认为月经量基本合适 当然 与个人的习惯 卫生巾总类有一定的关系 月经血呈暗红色 不宁 除血液外 还含有子宫内膜的碎片 宫颈粘液 以及脱落的阴道上皮细胞 在月经期开始和接近结束时 由于出血量较少 在阴道内停留的时间较长 受阴道酸性环境的影响 血色变成暗褐色 咖啡色 均为正常现象 不必紧张 月经期是育龄女性 正常的特殊生理时期 可从事一般的日常工作 但此期子宫内膜脱落出血 子宫颈口开放 盆腔冲血 加之月经期是一个月经周期中 性激素水平最低的时期 肌体的抵抗力较低 因此某些活动是不易进行的 比如性生活 游泳 重体力活动 涉水 寒冷作业等等 为什么正常育龄女性会有月经 月经的本质是什么 请看月经的定义 随卵巢的周期性变化 子宫内膜发生的周期性脱落 及出血 是生殖功能成熟的标志之一 那么育龄期稳定的月经周期 又是怎样控制的 要知道这七宗的奥秘 请跟我们进入下一单元 卵巢周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